首先呢来看一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位置 它位于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 State College 市 是在比斯堡和费城的中间 城市呢并不是很大 校园的面积呢还是比较大的 从地图上能看到呢 在整个校园的这个东南边 是有很多的餐厅的这个标志 它就是整个城市的这个市中心了 和学校呢完全是挨在一起的 校园整个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建筑 我们在视频里呢也会路过很多 比如说像这边这些图书馆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我们都会路过 我现在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州State College 市 它呢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它位于费城和Pittsburg中间 呃今天呢是去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也叫Pitts State 这个Pitts State呢 从地图上面看它校园的面积非常的大 整个校园呢包括主校区 还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校区 校园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育场 叫做海力大球场 它是一个可以容纳12万人的一个超大型的体育场 它是排在全美的第二位 这个Pitts State呢 它在建校历史非常的有意思 它为什么会选在一个 呃这样的一个像山区一样的地方来建校呢 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 费城和Pittsburg 这两个宾州最大的城市呢 全都想要这个学校建在自己的城市 于是后来这个创建者呢 就把学校建在了两个城市的中间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呢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个Pitts State的建校史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学校呢是创建于1855年 也是一所非常有历史的学校了 它的工程学还有地理学 在整个美国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从这边呢我们左转进去 就是学校的范围了 这里呢我们是从整个校园的西南角进来的 现在所在的这边呢是学校相对来说比较核心的位置 右边呢是一个图书馆 是Pattie图书馆 在图书馆之前我们刚刚路过的呢 是这个学校的一些宿舍 是叫西宿舍区 现在呢是在校园比较中心位置的一条转圈的路上 我们从这边呢先转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校园还是蛮漂亮的 校园面积呢也很大 这边宾州的气候呢也是属于美国北部的一些气候 嗯它也是四季分明 然后冬天会比较冷 然后会下雪 可以看到这边一样 这边虽然有积雪 不过并不多 左边路过了一个艺术博物馆 一个museum of art 左手边之后是一个visual arts building 一个视觉艺术 这边都是一个挺意义的 对东西下来说 你觉得你 objectively好像会让这边有阶段 真的没有问题 我们是觉得它可以咬不 managing 一边有阶段 对东西 就是他们有阶段 对东西 都吃不完 就是 我们是可以找到 那边给估设一个 再整理一下 这边这条路呢 平时应该是不让进的 我今天来呢是一个周末 所以说它这边没有人 简单的转一下 这边左边的楼呢 就非常有意思了 它叫做Old May 是校长办公的地方 是学校的一个非常老的楼 就是这个有尖顶的 基本上是学校最老的楼之一了 是校长办公的地方 是校长办公的地方 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开车 转一圈 然后中间的位置 这边也是校园非常核心的地方 是校长的地方 是校长办公的地方 在校长办公的地方 这里我们左手 后边是Department of Biology 这里边也有一些实验室 前面我们的左边连这两个图书馆 这两个楼是连在一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这个楼是College of Education 是教育学院 学校呢因为面积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车行的路是很多的 车不能到达的建筑还是比较少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走着走着就有车行过了 左边这条路就是我们刚刚开车的时候开的那条路 前面呢是这个狮子的那个石岸也是一个纪念狮子的雕塑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学校的这个吉祥物了 尼塔尼熊池 可以看到这个狮子的雕像 我开车过来的时候 这边还有好多同学的拍照呢 现在也没有了 这边呢还有一些有关这个狮子的一些故事 还有照片 可以看到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呢 可以把它暂停下来 然后读一下这上面的文字 这边呢是一个recreation building 是一个体育馆 rec hall 在远远的可以看到边上的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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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是许学后许学后许学澳门 前面就是却行物馆在这一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学校呢是有超过500栋的建筑 而且面积也是非常大 有22平方公里 这边也是一个laboratory 是一个lab 实验室需要刷卡才可以进入的 这边左边呢也是一个lab 右边呢是physical science library 是物理科学的一个图书馆 你看到从窗户这边能看见有一些书架 在这里面 这边呢我们前面可以看到这个蓝顶白身子的这个房子 叫Pen State Colleges 它是一个小屋 不过呢它是一个historical landmark 是一个历史的地标性的建筑 这边就是居然的建筑 有些多的地方 在这个银上里面 在这个房子上里面 有些地方是居然的 很大屋 里面的建筑 是一种建筑 就是居然的建筑 是居然的建筑 就是居然的建筑 这边这个很高的楼也是一个实验室 也是写着laboratory 整个学校呢 它的功课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它会有很多一些这样那样啊 物理啊 化学啊 生物啊 这样的实验室 再加上学校的地理学也是很厉害 它的这个地球和矿业科学学院 基本上在全美可以排到很靠前的位置 现在呢 整个校园这个南边核心的区域 我们就已经转完了 现在直接去到校园的北边 就是主要是一些学校体育设施 然后还有医院 医学院 然后还有很多的宿舍 是在校园的北边 现在呢是五点整 可以看到天已经有一点点的黑了 这边的日落时间呢 比我们之前去的纽约州 略晚个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所以现在五点呢 依然是能够看到 前面我已经能看到那个体育场的一个边了 你如果从视频里在远远的有一个很高的建筑 上面有白色的灯 那个就是这个海离大球场 Beaver Stadium 要么怎么说美国的学校非常的重视体育呢 体育生在小孩读高中的时候 体育生远远要比学霸受欢迎的多 在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体育生 体育好的话 在校队会非常的受人尊敬 而且如果你看过一些美国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的话 你会知道一些男生如果颜值还可以的话 他会非常受女孩的喜欢 这边呢 我们是差不多走在学校最北边的位置了 可以看到现在呢 虽然是傍晚有一点点的黑 不过呢 学校里面还是非常安全 并没有什么闲杂人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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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在这个State College这里住了一晚 所以弥补一下昨天晚上后来已经黑天了的情况 我现在呢 是在整个学校相当于最南边的这个角 这个学校呢 它和整个这个小镇的市中心是完全挨在一起的 不过呢 市中心这边是一个单行道 我们从这里呢 就可以转到一个市中心的起始点 然后正好是围着这个单行道转一圈 这样我们还能看到学校的东南边的这条边 说是市中心呢 其实就是这个一些小店 在这个开在马路的两边 会有一些餐厅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商店 从这里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商业街最南边的这个口进来的 可以看到呢 我们两边会有这个 这边有Target 然后还有酒店 然后呢 是市中心有很多的停车场了 然后这边还有教堂 这个商业街呢 能看到在路灯上面 已经有圣诞节的一些小装饰的花环 这里右边呢 是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图书馆 是城市的图书馆 这里呢 就是这个市中心的最北一边了 我们从这边再往前呢 就是学校的范围 正前方就是我昨天有想去到宿舍楼 后来因为那个是一个单行道没有去到的地方 是这个学校东边的宿舍楼 Eastville 然后现在走到这里呢 我们右手边就是学校的范围 左边呢 依然还是市中心 可以看到因为这是单行道呢 左右两边是停车的 所以呢 像我前面说的 基本上呢 学校就是小镇 小镇就是学校 它跟这个小镇的市中心呢 是完全挨在一起的 就仅仅是隔了一条马路 这里 这里左手边呢 这边有一个student bookstore 是一个学生的书店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剪头发的啦 小商店啊 超市啊 餐厅比较多 这里还是一个教堂 还是一个church 这边我们的右前方呢 是college of engineering 是学校的工程学院 Penn State的工程学院呢 也是非常有名非常好的一个学院了 请不吝点赞 那我们现在从这边呢 就转离这个市中心了 也离开学校的范围了 现在是往南边走 这里呢 右手边可以看到 是一个fire company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消防局 在美国呢 它消防局分两种 一种呢 是政府的 还有一种呢 如果你看一些美剧的话 里面会有叫做volunteer fireman 是指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呢 你经过一些比较专业的训练呢 你也是可以去自己去志愿 来做一个消防员的 所以呢 它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这里右面呢 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体育场 然后前面呢 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公寓了 for lease 这个lease呢 指的就是租 租呢 在英文里有两种翻译 一个是rent 一个是lease 然后lease这个词 作为名词的时候呢 它还有租约的意思 就是你有没有签一个租约 就是你有没有sign这个lease 这边呢可以看到是这个别墅的一个居住区了 这边就是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会住在这种房子里面 一般租户呢主要就是学生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收入越低的人会租在这个apartment里面 我们右边呢 呃 右前方在这个草坪里面呢是一个high school 现在呢在主页上来看一下学校的录取 首先选择这个admission 从下面呢选择undergraduate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科生 从这里直接往下呢有一个admission requirements 我们选择这个 从右侧呢直接来选择这个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直接往下呢是申请的一些要求 首先呢能看到它需要你呃 填写这个srar 嗯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申请表吧 还有呢就是你寄送成绩单 下面这个是韩国学生的要求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这个语言成绩了 嗯能看到托福呢要求是80分 然后雅思是6.5 其实相对于panstate它的排名来说呢 语言成绩的要求并不高 然后再往下呢是sat或act的成绩 能看到所有的国际新生呢 他全都是需要你提交这个sat或者是act的成绩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申请页面呢再来看一下研究生选择这个graduate 能看到这个研究生的申请页面呢首先他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专业呢他要求都会不一样 你最好是去专业的网站上去查看 嗯不过呢我们比如说来看一下这个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是他所有专业通用的一个最低的要求 我们直接往下呢能看到他这边是呃需要你的这个成绩单 然后语言成绩呢托福依然还是80分 然后雅思呢是6.5 嗯托福呢他有一个最低限就是口语不能低于19分 分数的要求呢依然还是不高的 其他具体的呢你就需要去到学院或者专业的网站上查看了 那我们现在回到主页呢再来看一下学校的宿舍 上面呢他有一个information for 我们选择这个perspective students 然后往下呢他这里有一个housing 选择这个出来的呢就是学校的这个宿舍的网站了 我们比如说首先来看一下他这个费用吧 直接是在右边有一个room and board rates 我们选择这个最上面是19年秋季到20年春季的 首先看到的呢是学校所有的这个宿舍的区域 费用呢他也是依照这个区域来分的 最上面是meal plan是学校食堂的费用 那之后的费用呢就是这个按每个区域了 上面列出来的费用是每个学期的per semester 基本上从3000多到5000多不等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页面呢来看一下比较具体 选择这个campuses 上面呢是有一个地图 每一个区域呢在这个上面都列出来了 我们比如说就选择第一个 里面呢基本上直接就是这个宿舍的网站 会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 我们比如说选择这个apartment 是一个公寓型的宿舍楼 其他的呢每个宿舍楼呢它也会不一样 那如果大家想申请呢就需要自己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你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给我 跟IN thought 字幕材杜雅 字幕称 字幕材杜雅 字幕材杜雅